荣耀彰化优质消防 庆祝119消防节暨表扬活动 17日上午在北斗镇红旬餐厅 由县长魏明鼓颁奖表扬消防楷模 暨一销、傅宣及志工楷模等 共215人 魏县长特别感谢他们的辛劳奉献与付出 并承诺县府会持续精进消防配备与福利 保障消防弟兄和县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19消防节是属于我们消防益销 还有副宣的节日 利用庆祝这个节日的活动 也来颁发 一年来对我们彰化县各地区 实施救灾救护防火宣导 或是救难 机优有工人员 借以表彰他们的攻击 也感谢他们对我们彰化县公共安全的付出 受奖者表扬包括 104年全国消防楷模 记忆肖楷模 凤凰奖的徐雪珠 严伟基、许太郎、林鸿颖 四位获奖者 他们对消防业务的服务热忱备受肯定 一场灾害的减少都是我们副宣 每一个心中大家的共同的一个希望 那也希望在我们副女房伍宣导队 大家共同的努力之下 彰化县能够平安无灾平安喜乐 锦销是一份救人的行业 那期待大家有意同的 一起加入这个锦销的大行业中 谢谢 彰化县消防局积极提升防火宣导 灾害抢救及紧急救护等品质 让县民生命财产获得保障 县府将持续精进消防配备与福利 让消防弟兄安全更有保障 彰化县民生活暗居乐业 公益频道徐世昌 北斗采访报导